大家好,欢迎收看许到来 张文宏医生又说话了,咱们得说说 就在昨天还看到很多人还在围绕抗议新出的十条 还在喋喋不休的在那争论 你看张医生的话 已经是在自己的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上面是 12月份到现在已经是发了两篇文章 当然这文章的话不完全是他一个人写的 一共我看了一下署名 连他在一块有五个医生的名字 当然他是最后的审稿人 五个人的作者里面也有他 包括他自己同时也是最后的审稿人 张医生的说句实话 我觉得这个三年 到底怎么讲呢 就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这种很意外的时刻 除了名 除了名以后的话 带给他的 其实更多的 我相信 其实是来自于各方面的羡慕嫉妒恨 或者是争议 远大过 那些给他随之而来带来的可能有一些光环 因为中国这个社会的话 就是这样 怎么说呢 就是有的时候不得不说 这个经济还是一切发展的原动力 你没有经济基础的话 那就不用谈上层的建筑 你说这个文化 你说意识 你说道德 更不要说这种美德了 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你就在这个大量的这个一个月一千块收入都不到的 这个中国的那么多的贫困的人口吧 所以你说人和人想法不一样呢 我觉得也是在所难免啊 倒不是说我好像要野鱼人家 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国情就这样 说句实话 中国人其实离刚吃饱饭 也没有就是过了多久 从这个世界粮食这个卫生组织啊 粮食组织不是粮食卫生组织啊 粮食组织的这个标准来看 中国人吃饱饭 其实也就最近20年的事情 之前的话 中国的这个耕地啊 它是低于粮食组织的那根红线的啊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 就是不得不感慨啊 就是你说40年走人家200300年的这个发展道路啊 当然是好事情啊 但是有些东西啊 他速成的话呢 也有后遗症啊 咱们先不说这个吧 咱们还是回归正题啊 来说一下张文宏啊 张文宏呢 他很低调啊 他他这个一直说一句话 我其实记得挺劳的 他说这个 希望有一天啊 大家能够把它给遗忘啊 因为当大家遗忘他的时候 就是你我的这个生活啊 回归平常的时候 这一点呢 其实 其实我和他挺像的 倒不是说我要给自己贴金啊 我呢也是一个挺低调的人啊 生活里面啊 我也是觉得啊 其实最好的回击置疑的方式啊 就是你自己的实际行动啊 一切的这种嘴上的 这种来来回回啊 倒不是说我不会啊 我实在是太会啊 而是啊 我不屑 但凡有一个能够拉得出来的 没有一个人我是觉得 会来和我啊 这个讨论啊 或者是辩论 而且本身辩论也没有用 因为人和人都是不可能被说服的 人最终只会屈服于事实 就算是他觉得对方是对或者是错 在当时当刻当下 他那个嘴不会改的啊 所以有的时候啊 你要知道所谓的就是 对吧 网友之间的这个连线 或者是辩论啊 他不是讲给对方听的 他是讲给观众听的啊 不说这个吧 咱们说回来啊 这个前面你看这个 啰哩巴嗦都说了那么多啊 张文宏医生的他的这个微博呢 上一篇文章还在三月份更新的啊 当时还是聊这个上海疫情的这个 有一些苗头出来了啊 呃 其实当时他已经有一些建议啊 现在看起来的话呢 他当时的估计啊 整个的方向 他的这个预测都是对的 只不过呢 没有想到最后发展成那样啊 远远的就是超出所有人的这个 语气吧 他呢平时有一个这个微信的公众号 叫做华山感染 你要知道啊 不管是反贼啊 还是 所谓的那些爱国贼吧 很多人都会啊 把这个张文宏拿出来说事啊 说他一会儿呢 说他这个对吧 什么什么主任被撸掉了 说他什么什么什么被革职了 我呢懒得去这个提那些啊 外瓜里也找的名字啊 我呢 只是把他的这个头衔吧 给大家稍微念念啊 大家自己听完以后就懂了啊 他的目前的头衔 是中国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的主任啊 昨天我说是专家啊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自己更正一下是主任 目前的话呢 当然还是华山医院啊 上海华山医院的这个感染科的主任 同时也是党支部书记啊 呃 而且呢 同时也是这个新冠疫情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的组长 听到了啊 这两个字很重要啊 有很多人说说他格职这个格职那个啊 本人也是共产党员啊 上海是15届人大代表大会的代表 不用读更多了吧 我觉得他的这些头衔啊 其实已经体现了啊 这个政府对他的信任 对吧 我我觉得这个像张医生这样的这种专家啊 他能够重新出来说话啊 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啊 说明这个 我党对吧 一直这个引以为傲的啊 有人觉得我要批评国家了吧 不对 我其实就是因为太爱中国 所以有的时候啊 我要批评一下啊 了解我的网友应该都知道 虽然说吧 有的时候我的节目里面啊 也会 我自认为啊 我是这个直言不会的啊 指出国家的一些这个问题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 欲盖弥彰的啊 这种这个低劣的手段啊 但是目的的话呢 我是希望啊 我党包括我们整个的社会啊 能够形成一股有效的啊 你说舆论环境也好 你说这个形成一种有效的啊 对政府的这种啊 作为或者不作为的监督 而作为政府来说的话呢 不能再揽政啊 必须做的不好的地方就要改啊 但是有一点 我必须是要夸他啊 就共产党的纠错能力啊 举世无双啊 这个地球上是找不出第二个党 有共产党就就纠错能力了 对吧 什么反四清啊 反右啊 对吧 你更不要说这个文革了 包括这个八九六四 一次次的最后的话呢 就是啊 能够从这个错误里面就走回来了 你说新冠的动态清零的话呢 我不能说它是个错 但是确实有地方是做了过了 对吧 我一直说那句话 什么事都不能过 过了就是错 所以叫过错啊 我相信如果让大家给这个 我们自己政府啊 整个三年的抗议打一个分 对吧 一代表是最差 十代表最好 我相信最后那个评分啊 应该是在七点五到八左右吧 很多人的话呢 这个会差不多也会打个七分八分啊 大部分的人 打九到十分的人的话呢 我觉得有些啊 睁眼瞎了啊 反正我是打不出来啊 但是如果你只给这个政府啊 打一个三分 两分 或者四分吧 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客观的啊 毕竟来说的话呢 代价是很大 尤其呢 这个最后一年 对吧 但是确实最后的这个成绩单啊 还是拿得出手的啊 我呢 我呢 倒不是啊 我的这个三分扣在哪呢 我自己会打七分啊 我的这个三分呢 倒不是因为啊 整个的就是出现了那么多的次生灾害啊 这个呢 说句实话 在任何的国家都会有啊 只不过在我们这的话呢 被吹的比较大了 有些事情啊 这个只是扣掉一分而已 但是我另外的两分扣在哪呢 就是整个的这个新冠抗疫啊 由于有些不必要的这个措施吧 导致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啊 倒退严重啊 整个社会全都被他打散了 目前的话呢 就是一盘散散沙的这个状态啊 要重新啊 一块捏起来啊 但是我相信啊 这个其实只要啊 这个开始回到一个科学的啊 道路上来 这种事情的话呢 没有任何问题啊 你从张文宏医生又开始能够说话了 你能够慢慢的能够感觉出来啊 基本上呢 这个就是各行各业啊 专家掌握这个真正专业知识的人啊 他重新的又开始有这个机会啊 呃 干自己专业应该干的事情啊 张医生的话呢 在华山感染的这个公众号啊 是12月份啊 就发两篇文章 第一篇呢 是叫做如何保护老年人和脆弱人群安然度过疫情 里面的话呢 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一些啊 平时啊 这个一些需要在家里面准备的一些东西啊 呃 包括说 你你作为这个呃 比如说你有慢性疾病啊 但是你又没有没有办法去注射疫苗啊 你该怎么办啊 等等吧啊 包括呢 这个另外一篇这个文章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新十条啊 推出以后呢 出的啊 叫做这个标题的话呢 其实就是我今天这期节目的标题啊 就是抗疫千万条核心就一条啊 就是阳性以后啊 是否要去医院啊 当然里面给出直接一个答案 就是99.5%的人不需要去医院啊 他的理由的话呢 就是大量的那些这个奥米克戎啊 轻症的人 他的毒性 不高啊 这句话谁说的呢 目前所有我们的政府和专家都说了啊 不是一个人啊 所以你看对吧 不是一个人这个事情啊 那些胡说八道的那些这个声音啊 就起不来了啊 哎呀 我只是觉得这个有点晚啊 稍微有点晚 只是啊 让老百姓的这个心啊 多多少少已经有些凉了吧 那目前的话呢 希望我们这种回归到正常轨道上的这个 做法啊 能让那些心已经凉了的人啊 微波炉再转转啊 99.5%的人不需要去医院啊 那么换句话来讲 所有的城市 你必须要有能够收治 所有那些阳性病人 0.5%的数量的阳性病人的病床数 这个是每一个地方啊 你如果要做完全那种开放的话 就是放弃核酸 放弃这个所有的码对吧 如果你要走这一步的话 你要有这个收0.5%的这个人的病床数啊 没有的话呢 那么你就还是保守起见啊 还是这个谨慎一些啊 里面的话呢 当然给出了很多的这个建议啊 比如说这个哪一类的人啊 是最适合相对来说吧 最适合注射疫苗的啊 平时家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准备啊 这个一些比如说吧 退烧啊 这个咳嗽感冒的一些药啊 比较值得注意的呢 是里面没有提到任何一个药的名字 不像有些对吧 说着说着呢 你看就带出一个对吧 四个字的名字就带出来了 华山感染 起码我在里面 我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 这个药的品牌什么的 从来是不可以说的啊 你作为医生本身 你是要回避这个东西的 你把这个东西单独拿出来说事啊 多多少少 我觉得有一些啊 利益冲突啊 这是不应该的啊 反正我在这个华山感染 我和这个张医生吧 我没有看到过啊 当然了 我知道有很多人吧 这个听到我说到这儿吧 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这个说我在胡说八道啊 我呢 说句实话 我对于整个这个三年以来啊 网上大量的黑张文宏医生的这个各种讲法呢 我大概啊 给他归了个类啊 比如说比较多的是这么几种声音 对吧 哎 你看这个张医生 对吧 嘴巴叫的比谁都想 自己从来啊 不带队上前线 从来啊 不上前线 其实很多东西啊 我以前节目里面都回复过了啊 只是啊 把这个东西啊 重新再给大家归归类啊 我就告诉大家这个 你以后的话呢 你再遇到这种这个道德绑架也罢 是诸心论也罢 你呀 该怎么抽它啊 然后呢 就有人就说了 说的这个难听一些啊 资本啊 资本的代言人 更有人更有人就说了嘛 对吧 比如说那个替着光头啊 这个 在佛罗里达晒太阳的那一位啊 他经常喜欢说的一句话 对吧 嘴上主意啊 心里面生意 但是他他没有说过这个话给张文宏啊 他他是说其他人啊 说其他人是这样啊 司马先生这种吧 还有人呢 就是说吧 这个网红一生 网红勿国 我也不知道这个网红是 是谁就给他安上去的啊 这个东西我一会再说啊 当然我们听到这个非常啊 有代表性的呢 就是说这个买办啊 这个带路党啊 是这个祸害啊 全体中国人啊 更有直接的呢 就说这个来 给大家磕一个啊 给全体的中国人磕头啊 差不多就就这些吧 这个道德绑架 包括住心论啊 这种东西啊 文革里面说句实话 太多了 当年举的这个道德大气 置人于死地的人 其实现在你去看看 没有一个友好下场了 基本上是这样吧 当年冲的最靠前的那几个人啊 七六年一过对吧 这个毛主席去世以后啊 然后这四人帮一倒台啊 然后第一个啊 这个被肃清的 就是当年冲在最前面的几个人 对吧 所以啊 我是觉得 人呢 可以没有知识 可以没有文化啊 但是你还是要看一些历史啊 历史会告诉你 什么东西的下场 可能是什么啊 比如说吧 你说这个 虽然啊 你感觉是两岸原生提不住啊 这个文宏 已经出了两篇文章啊 但是啊 对于这种道德绑架呢 我觉得还是啊 跟大家稍微来聊聊啊 比如说吧 这个 说这个文宏啊 带 带着头 躺平 投降 共存 那么现在你看 每一个啊 从政府到专家啊 都跟你说共存 你还接着骂吗 你有本事就站在天安门前 举一个喇叭 你在那骂 我佩服你 对吧 我敬你是一条脑子有病的人 如果你还是继续这样做的话啊 那我佩服你啊 如果不是呢 那么我就觉得你就玩去吧啊 张文宏医生的话呢 其实早就说过啊 防疫和民生一直就是一样的重要 利用动态清零出来的成果 我们要做准备 这个是在他三月份的那篇微博发的文章里面 其实我的理解是什么呢 就是利用短暂的啊 这个动态清出来的那个零 赶紧要做好准备 这个准备是什么呢 就是大面积爆发嘛 从来就没有说过啊 这个中国要什么 是要鼓励大家 就是放开所有的这种啊 预防措施 什么疫苗也不打 口罩也不戴 放开和西方一样啊 但是你就要知道啊 这个就是1450的KPI啊 但是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怎么怎么讲呢 就人上一百行星晒晒 对吧 那总有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对这个上海吧 就是全中国啊 这34个省市自治区里面啊 羡慕嫉妒恨一直是第一名的啊 就是对这个地方的人和事情 各种的看不惯啊 这个东西是 我觉得是一不好的啊 凭什么对吧 你可以那样的 那我就那样了 你怎么样呢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一不好的啊 你就随他去吧 张医生呢 他的这番话 其实我是觉得啊 就是他想表达的意思呢 就是啊 首先第一个承认了这个病毒 它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啊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接受不接受 承认不承认 对吧 你没有办法改变科学这个事实 第二个呢 就是能够长久的啊 持续的 他的这个手段一定是温和的合理的 不是激烈的 所有的事情 大凡如此啊 包括你在抗议上也是一样 如果大家不能够啊 直接去直面 病毒 就像我在六七个月前 每次出来说这话都被人骂啊 但是呢 我也是觉得这个 不管你是做频道也罢 你是作为医生啊 回答这个专业的问题也罢 遵守自己职业的这个操守 永远是最重要的啊 再比如啊 这个大家有一种声音叫得很响了 辉瑞代言站台 怎么怎么怎么 对吧 还记得吗 Pax Love It 我为了这个Pax Love It 没少做节目啊 Pax Love It呢 说句实话 有人说张文宏啊 在里面拿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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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说到最后呢 其实连一根头发的证据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就是没有这个事情啊 还有人说给着郭广昌站台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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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真想说你知道 郭广昌和张文宏的共同点在哪吗 你懂不懂 你在上海待过几天呢 还有那个主持人 你知道名字叫什么吗 那个主持人叫蒋昌健 蒋昌健是从哪来的呀 从一期大学生的这个辩论赛里面出来的 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 不是都是男人啊 就是废话 他们都是复旦大学毕业的 郭广昌也是 蒋昌健也是 包括张文宏也是 所以呢 就就这么的给几个人凑到一块了啊 当时张文宏 那个和郭广昌那个对话是在什么时候啊 2020年 2020年那个时候疫情是什么样 你用你的这个对吧 脑子去想一想 没有人能想到后来疫情会发展这么长的时间啊 所以当时很乐观的估计啊 就是疫苗一出来啊 整个的这个疫情就是慢慢会被控制住了 围绕这样的这种对吧 对疫情不确定的这个情况啊 大家在那做了一些分析 全程那个东西我是看完的 今天在在这骂张文宏的人 有一个人把那那段整体的节目看完过的吗 我相信是不会有的 那些人也不屑于去看对吧 全程我可以告诉你 张文宏是一直在野鱼郭广昌 一直在开他的玩笑啊 医生要有医生自己的一些这个遵守的底线啊 有些东西可以对吧 大家说说笑笑啊 闹着玩 但是有些立场啊 你能听得出来啊 他是很坚持的啊 关于是不是辉瑞代言呢 我也懒得跟你说了 我就问你两个问题吧 第一个啊 辉瑞能进入中国 能进入中国 我问你是一个姓张的医生审批的 还是中国的药监局批的 你用你的这个正常的人类的脑子 你回答我这问题 第二个 第九版的诊疗方案 当时三月份还四月份 我自己为了做一期直播的节目啊 我把那个第九版的诊疗方案 看了个遍啊 研究了 反正也挺长时间的啊 所以这一版我是很熟的啊 第九版的诊疗方案 里面是把这个辉瑞 他的这个Pax Lovit 作为一个重症的试用药 注意啊 重症啊 不是所有人啊 把这个东西作为这个诊疗方案写进去 你觉得是一个华山医院的医生 能定得了的吗 能吗 再次用你人类的这个脑子回答我 我就告诉你在今年两会期间 一月份啊 一月份的两会期间 上海的这个两会的会场 其实啊 张文宏医生书面的啊 这个向上递交过一份东西 他说这个全球抗议啊 明显出现松动了啊 中国呢 应该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我们应该未雨绸缪早做准备 而且呢 这个他后来啊 这个说到的东西啊 我看了就想笑啊 当然是苦笑啊 他说上海呢 目前这个内防呃传播外防输入啊 压力 巨大 外防呃就是外防输入的这个疫情的话呢 已经是这个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保 保和度啊 所以你看后来没过这个两个月就出事情了嘛 对吧 抗疫以来的这个可以说承受压力最高峰的这个阶段啊 然后呢 这个必须啊 提前规划啊 要超出目前所有的这个医疗准备的五到十倍啊 来准备出现的这种可能的突发的情况啊 他呢 其实早就想到了 而且一直是在做着这种应急的准备 但是显然显然这个后来发生的事情不是五到十倍了啊 乘以一百都不够啊 这个是没有人想得到的啊 但是你能看得出来啊 其实你说这样的一个医生 你说他是给这个辉瑞站台代言啊 我只能说就是只能看到那些心里阴暗的人呢 在那自海啊 只要像这种社会里面的这种好人啊 给大家 一直是排友解难嘛 我觉得啊 一有这个什么事情啊 他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生 会出来啊 安抚大家啊 包括这个最近的两篇文章 都是通俗易懂的给老百姓看的 就是你现在最需要得到讯息的这种文章 看了这种东西的话呢 我就两个字啊 就解渴啊 尽管我人不在国内啊 但是我是觉得国内的老百姓啊 要的就是这种文章 专业知识 但是通俗易懂 而且啊 能够让你记得住有操作性 最后我还得说说啊 这个朱新论朱新论啊 少不了有人要叫他网红医生啊 首先我问你 他是医疗科普 对吧 他不是啊 今天在这唱歌 今天在这说这个脱口秀啊 我问你他网红在哪啊 医疗科普的文章 他是普及知识 科普在哪啊 说错了 网红在哪啊 对吧 第二个啊 整整的这个三年里面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一有情况 他就会站出来啊 这个安抚大家 告诉大家呢 不要紧张 不要害怕 但是当情况慢慢缓和以后的话呢 他同时又给大家敲警钟 告诉大家不要松懈啊 但是他一直是实话实说的啊 实话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啊 就是很难听啊 包括我很多的这个频道里面的观众啊 有些观众看我这个频道时间都很长了啊 也是有些实话他接受不了啊 就是觉得我整个的这个境界啊 不够高啊 不要啊 老师怎么怎么的啊 我那承认我的水平是很一般啊 但是我自己做节目的一个原则吧 就还是和张医生是一样的啊 永远是说实话啊 对于那些这个 明明是做的不好的地方 还在那儿故意对吧 欲干迷章啊 我对这种东西啊 我是比较看不惯的啊 所以呢 我还是啊 这个怎么讲呢 我只能说抱歉了 如果觉得我的这个频道啊 伺候不了你啊 那么我的水平也就是只能到这了啊 还有呢 我想说非常明显的张医生啊 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名气啊 带过任何的一根头发的祸 他哪来的这个对吧 网不网红的呢 哎 你看这个钟南山院士啊 他还亲口说过 他说这个莲花清瘟啊 对这个新冠啊 这个事是有有有效啊 当然我在这儿呢 我也必须说一句啊 钟南山院士的人品 我也是100%的信任啊 尽管我是觉得啊 作为一个医生 你这种东西啊 你就得避险啊 你在任何的场合 你不能够啊 这个说出这个药的牌子啊 你只能够说 比如说吧 某一类啊 这个清热解毒的感冒药啊 它是对于什么什么 是有有这个去除你症状的疗效啊 当然在这儿的话呢 我还是必须要说一句啊 首先 目前呢 就是全世界啊 对于这个新冠 没有任何药的啊 大家这个 这个相信都明白 不用我说 对吧 第二句话啊 就是包括莲花清瘟也罢 包括这个其他的药也罢 它去除的呢 是你的症状 最后呢 阳性的人恢复过来啊 靠的是自身的免疫力 所以啊 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啊 如何保持提高你的免疫力 这个才是核心 你该补维生素敌 对吧 补维生素敌啊 你该补维C 补维C啊 该增加蛋白质 增加蛋白质啊 瓜瓜蔬菜量增下 就这样 第三句话 当然第三句话 是我个人的一个反思啊 你想啊 莲花清瘟这个东西 只有中国人有啊 对吧 全世界 一百九十几个国家 没有人有啊 那这一百九十几个国家的人 他是靠什么东西恢复过来的呢 你想一想啊 对吧 所以你说这个莲花清瘟这个东西 对吧 当然我在这呢 并不是要否定 这个独立思考的习惯 莲花清瘟我相信他是有效果的 但是其实有些东西 其实你你本身 大量的那些这个清热解毒的药物啊 也都有啊 比如说退呃这个退烧的啊 这个感冒类的这个药物 你家里面就是可以常备一些啊 但是必须 必须有一点 大家明白 比如说这个张文宏医生 呃 他的这个华山感染里面呢 他也提到过一句啊 就是 NSAIDS NSAIDS 这一类的这个感冒药 如果你服用不当的话呢 会损伤肝和肾啊 所以呢 有些东西啊 搞不清楚的 你在买这个药的时候啊 要咨询专门的药剂师啊 所以这个我就必须要说啊 有些东西啊 可以网上买 有些东西你必须要去这个药房买啊 找这个专门的这个药剂师 好好问清楚 再不行的话呢 找医生啊 家里面常备的那些OTC啊 就非处方药啊 一定要备了 现在不是说备多备少的问题了 而是啊 你必须常年的要备 而且保持保持这些药的这个保质期啊 不能过了啊 过了就要换一批 以后的话就这样了 所以呢 尽管钟南山院士啊 提过那么一嘴吧 莲花勤纹 但是我相信啊 他不是为了那个广告提的 但是备那个东西 对吧 他简洁到这个广告里面来了啊 你看整整的这个抗疫三年 你没有听到过任何一个其他的药吧 啊 所以我是觉得啊 不管你出于什么场合 你不能提到这个药的名字 这个是作为一个医生 的一个这个操守啊 当然我相信 我相信 中南山院士没有没有收到过任何的东西吧 我还是愿意这样去相信他啊 最后呢 还是这个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啊 呃 多看一些这种这个专专业类的啊 文章 而少少去啊 做一些这个有的没的各种的争论啊 你要知道今天的话呢 我能够啊 如此这般的这个轻松跟你在这儿啊 说着张文宏这个那个啊 但是在这个声音刚起来的时候啊 是非常令人这个气愤啊 甚至是这个感到啊 有一些心寒的啊 这个社会就像张医生自己说的那句话啊 这个不能够啊 欺负老师啊 而在自己岗位上 付出自己的这个心血啊 一次次的啊 站在他自己的这个专业角度 给大家敲着警钟啊 提醒大家各种注意 包括呢 守护着大家的这个公共安全 公共的这个健康 我觉得像这样的医生的话呢 我们也应该保护起来啊 所以呢 我是在整整的这个三年里面啊 基本上有什么张文宏的消息啊 我会第一时间做节目啊 很高兴啊 看到这个张医生的话呢 如今是又开始说话了啊 所以呢 我在这儿啊 除了是这个对张医生啊 回归视野啊 表示感谢啊 表示欢迎 我呢 同时啊 也要夸一夸这个 咱们自己 自己的这个执政党的这个纠错能力啊 我是觉得这个 这个就对了 对吧 你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啊 你哪怕是钢铁炼成的嘴巴 对吧 你就像人家说的那个 什么什么的那个嘴巴印啊 无所谓啊 你最后用实际行动 你纠正回来啊 就行了 好吧 其他不说了 欢迎大家把这个想法 评论里告诉我 那么这一期就到这儿 好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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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